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乔治亚州的选区重划过程 本次的研讨会有请到了多位位于乔治亚州的人口普查方面的专家 以及非盈利组织的代表 为来宾讲解目前即将在乔治亚州进行的选区重划项目 在会上来自人口普查局的专家 先对乔治亚州本次的人口普查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尤其是针对各种少数族裔的人口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讲述了少数族裔如何影响选举结果 乔治亚州的议员们会每隔十年重新划分新的选区边界 以确保每个选区能符合人口普查后全州的人口变化 也是为了保障全乔治亚州的居民能有平等的代表 本次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所举办的活动 旨在让乔治亚州的居民尤其是少数族裔民众 积极了解选区重划过程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社区 并了解位于乔治亚移民权益协会的社会活动家们 如何为乔治亚州持续增长的移民和难民团体争取公平的代表 随着加州的水资源状况逐渐在迅速恶化 昨天下午州长纽森宣布了扩大范围的干旱紧急状态公告 影响到了整个南地 该公告将当前的全州紧急状态扩大到了所有南加州县 包括洛杉矶、城郡、河滨、申班的丁诺郡和文图拉 以及旧金山县 因此该州所有58个县现在都已经覆盖 此外紧急命令授权 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禁止一些浪费的行为 例如在暴雨后给人行道浇水 灌溉公共街道隔离带和灌溉观赏草坯 水务局将确定什么是允许的 什么是不允许的 还将指导当地的供水商实施城市缺水应急和农业抗旱计划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 鉴于拉尼纳现象预计很快就会出现 并持续到2021到22年的冬季 这些计划可能将导致连续第三个干旱年 州长的紧急声明也将为紧急资金用于供水和输送铺平道路 这一声明发布之际 最新的联邦干旱监测数据显示 加州的干旱状况正在恶化 加州约有87%的地区陷入了极端的干旱 近一半的地区经历了最严重的异常干旱 那与此同时 加州的水库是严重枯竭 许多水库降至了历史的低点 随着加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干旱的年份 纽森还敦促居民节约用水并减少用水量 您知道吗 Yamawa Resort Casino前高山赌场 现正在广州餐饮部的人才 岗位提供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401K等一应俱全 10月30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晚上6点 他们将在Ontario Mills举办招聘会 和资格的人选不仅可以当场获聘 还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签约奖金 赶快前去应聘 合适您的职位吧 10月30日星期六10点到6点 Ontario Mills节 追逐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 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乐乐 关注城市卫视 每天和您相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